以前關心台南市政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5日 星期五也是本次定期會第11次會 上午議程為市政總質詢 今日質詢的議員為陳荒宇議員 李仲翰議員 謝淑凡議員 每位議員質詢的時間為50分鐘 我們就不再延長時間 首先請陳荒宇議員質詢 時間50分鐘 陳議員請 謝謝主席 郭文哲市長 郭民署長 以及各局勢的長官 還有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關心市政的市民朋友 我想從今年度開始 從2024登位一直到我們現在台南市 一直持續的 一直在台南市可見度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在我記得今年的5度的時候 我們的賴清德總統有說 有說一個健康台灣的概念 那市長他是公衛的 我想問一下市長 你對於台南明年的期許是什麼 明年的期許當然是 第一個 我們台南是個綠色的城市 所以我們的節能 簡單做得到 第二個我們的 空氣污染還要減少 第三個市民的健康指數 相關的指數 也會提高 那事實上跟醫院包 我們好像是沒有記錯 他是 好像是下禮拜 整個時候 我們會去 去那個行政院接受表揚 就是說健康城市指標 我們接受會服務的表揚 我們評選有至少五項 是全國特有 所以我們算是在城市裡面 在以政府 專家政府不需要 沒有必要偏向我們 他提出了客觀指標 我們都打標 而且是最好的 OK 謝謝市長 但是我覺得最印象深刻 是在10月18號 在一個參與活動 這個市長做的 最好看到的 是在20歲 現在在城市上 的 不管 十分 三個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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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市長說什麼 把介保卡丟掉 代表我們的所有東西 千萬不要效法 但是它是一個意義 像真的意思 做一個健康台南的概念 所以我想要丟掉健康 不能丟掉健康 丟掉健保卡 保持健康 那也就是健康運年 那我們在想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做 比如說趴趴洞 多運動 比馬天生俱樂部 參與社區的活動 方法去聯絡領課程 以及行動運動的支持 多多去參與 所以在這裡 我想要問一下社會局局長 走出家而入外趴趴洞 我們在社會區做什麼 我們包括說在 最主要是在觀環局長 觀環局長 就是長輩共和去 讓我們有固定 辦了大概十個提示 讓據點的長輩 一起在本市的觀光工廠 來做一個交友 好 大家知道 這幾個地方 或局長 有人住在家嗎 有人住在家嗎 我們局勢時候 他們住在下層 讓我們拿手 住在家裡拿手 住在家裡拿手 這樣你好 你沒住在家嗎 可以啊 對啊 你的家 真的你的家 請問一下 你去家裡要怎麼去 我 我 我去車 我去車 最快嗎 是 你有可能騎到外公車 甚至於 來坐火車嗎 有可能 我沒有想要這樣 還要時間還要半天 好 只有英法長輩有時間 然後局長 那個 我們的社會區局長 他們是怎麼到這些地方去的 我們是用游覽車 游覽車 又是公車 也有公車有 那大部分是什麼 大部分是那個 游覽車 游覽車 那我當時在接觸的時候 我看到一樓田香草專門 他顯示局勢跟樓田車站 甚至是建議開車險況 好 我問一下 我們的警察局長 85歲以上適合開車 可能比較危險吧 80歲還可以 也要注意 因為我這樣子就可以 集中比較注意力 所以我來 我來社會區局長說 我們選的點 很特別 這幾個點 都是在我們的台南線的部分 其實都需要轉公車 換高階或什麼 因為 反正就是要做很多的 交通的設施設備 但是有一個重點 他們其實上面的網站都寫 建議開車 所以你在新旅行的時候 建議開車的情況 其實對很多長輩來講 是有點快選馬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 如果我們搭公車 甚至說我們要搭海艇 其實我們現在 長輩65歲以上 都有個禁勞卡 禁勞卡對不對 它是屬於我們的 市民卡的一種嗎 裡面 市民卡那種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一般卡 一個是社福卡 市長 你知道這兩個差在哪裡 社福卡跟一般卡 一般 一般 當然沒有限制 是65歲以上 禁勞卡 或是社福卡 是顯示 它有65歲以上 它可以享受 65以上 資深市民的權益 對 所以從我們剛剛 在社會局的網站上面 它其實是建議什麼 建議大家 多大產交通工具 所以我們一直在 一直在討論 我們市民卡 其實是65歲以上 社福卡 你們可以看到 如果是市區公車 是個OK 但是如果大產交通工具 跟台鐵 兩個小時內的轉乘 其實是有 要負擔的 是 沒錯嘛 所以並不是普遍 大公車 free的喔 這一點要特別的 要把他 highlight 出來 讓市長知道 好 那再看一下 公里 公里 但是如果消過 對啊 周老少 公里要告照啊 我們現在讓大家 請進去介紹 到我們下午 然後再到那個地方要多遠 其實這個距離喔 我們要算一下 其實有很多市民卡的 社福卡的部分 其實還普遍 在交通搭乘的不足 應該是這樣沒錯吧 是 在需要加強 是要加強 但是我剛剛想 大家都提到 我們希望加強什麼 能夠搭乘交通運輸 你的網上是這樣寫的 你的網上是這樣寫的 你的網上都是寫說 只有公車 是搭乘交通運輸設備 沒錯吧 所以那在我們的 進到卡的部分 略顯不足 是不是應該要再加強 這個市長 之後再跟律長 把我討論一下 所以我要討論的是說 其實我們都很討論到說 我們有這些交通 但是還有一個東西 是我們台南市 跟其他縣市 有彼頭的部分 這個綠油油 不是代表實證縣市 是代表福利點數 市長你知道 我們有一個叫做 市民卡 有很多的縣市 它其實有一個福利點數 它每個月補充多少 它可以讓大家幹嘛 參與到 可以搭乘台鐵 公車 全域運動設置 計程車 自行車 還有所謂的醫療 還有所謂的藥物權 現在沒想到市民卡 那普遍 它有每個縣市 有創新的部分 那當然這部分 都是鼓勵幹嘛 健康 台南 如果來看一下 總結來看 只有 雲林 台南 花蓮 跟 沒有在鼓勵點數 那我想 既然我們是一個 丟掉健保卡 這樣子要開始 做一個原理 市長有說的嗎 丟掉健保卡 代表健康 那我們其實應該 要普遍的 來把這個東西弄好 我想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規劃 健康樂活的點數 取代社福 社福卡就是給你 然後我們要做一些 健康的特點的事情 所以我如果可以鼓勵 他們參與我們的 親旅行 甚至參與我們的 活動中心辦的活動 甚至說 有參與到大型的一些活動的話 我們這些點子可以給他們 讓他們願意去動 願意去把健康拉出來 我想這個東西很重要 四康願不願意支持這些 這個議員您提出的肉像 是蠻好 那我們也希望說 年長者他能夠 最後說到各地去 搜索觀光看看 所以你剛剛回到上一頁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那個卡 我們那個卡是公升免費 但是運動場館跟那個公公自行車 就有所不足 所以呢我們願意去思考說 整號不是更單一的 對於年長整號的福利 怎麼樣去做 因為我們的移動場館 包含全部移動東西 包含銀髮健身區 都是可以鼓勵我們的長輩去參與 加強我們的精安力 提升我們的肺貨量都可以 所以如果可以讓他們搭車 然後沒有無阻礙的話 從公車換U-Bike U-Bike等換台鐵 我想一整天的輕旅行 不會像這樣林王局長一樣 只會開車過去 我想你還沒到那年紀 當然自己開車OK啦 但是到那個年紀的時候 我想這樣的輕旅行 提升我們的健康胎 是有幫忙的 所以我在想這個福利點數 我們真的不要用福利點 我們是用健康樂果的概念 來提升大家參與這些公公車 我想這樣 或者叫健康福利 如果市長願意 願意做這一趴 我們願意去試想 想喔 但是要做哪些 有夢最美啊 但是一定要實行 希望下水 好 我跟議員承諾就是說 因為很多的東西 像這次議會 還有包括上次議會 有很多議員獻金都有提 譬如說好運賺案 孕婦坐計程車 可以打折 然後那個HPV 可以過激到男生 這領地中有蠻多的福利 或是對於健康相關的提案 其實我們都會記得 但是可能一個會期下來 我們就要把它盤點 說這個要花多少錢 這個要花多少錢 這個要花多少錢 所以我們會把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把它的忠孝來做一個評估 然後衡量什麼時候的時間點 譬如說 之前的月經貧窮 月經貧窮 相信有蠻多女性議員 還有男性議員 都有提出我們 當然是全國的一個事實 也獲得了許多 性別平權團體的肯定 因此呢 像這個部分我們就會思考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好 謝謝市長 那所以講到我們的福利點數 然後我一定要提一下 齁 就是重量健常金 我覺得我們筆肉沒關係 我真的覺得筆肉沒關係 但是要做到什麼 有沒有這個機會 如果提前的話 這對於低收 中低 補居 優先來協助 你這個計劃更好 就是說 呃 我們是給需要 我們可以想要 想要的話 每個人都希望說 說重量健常金 最好一萬 但是需要的話 就可以 中低收 低收 還有獨居 邊緣物 這樣的長輩 他們 也許多個幾百塊 或多個一千塊 對他們講 是意義非凡 所以我感謝市長 老師 但是 一切還在想一想規劃 好 那我覺得如果 再有先期的規劃的時候 先把這幾個 先拿進去 一樣說 全部的 先把自己拿進來 所以這些長輩 有了錢之後 就可以去領導 所以我們有很多 我們領導 今天提法先生 俱樂法 這位局長請做 所以你剛剛講的點數很重要 畢明他拿那個錢 去買檳榔買煙 反而對線看不到 所以 那個點數 它只能夠使用在特定的 社會 或是交通 或是營養品 這些東西 我們願意從這個市長 謝謝 感謝市長 所以 先從照顧長輩到 他們的全部的人 那我們可以 其實跟到 銀法健身俱樂部 也是 也是溫生局 他來申請一個 競爭型的計畫案 所以 所有的長輩 願意去嘗試做 那未來他可能要付錢 那社群運動也要付錢 如果說他願意參與這些活動的時候 給予這樣的點數 讓他去POP 讓他可以 有一直動下去的活力 我想這個才是對的喔 那我們也看到全民運動館 其實很多耶 全民運動館 我們現在在建制嘛 那其實有四個區 那你如果看 他分佈不敗的部分 他分佈很廣 其實全民運動館 我相信未來也會希望在每一區多月 但是我們努力中 就是 我感謝那個局長 有建制一個APP 這個APP很重要 叫做 台南運動健康健康APP 這個話多少錢 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 還沒有再營運 有 有齁 那你有了解 到底做得好不好 推診喔 還要再加強 因為 今年四月開始嘛 到現在齁 還沒有達到一萬 我覺得 因為我們也在檢討 是不是宣傳不過了 好 除了宣傳不過之外 其實齁 我們 都有做很多APP 包括我們的環保局 還有做一個 鵝爾斯新秘車的APP 還有我們的水域區 有放在宣傳輿量的部分 那很多人都使用 所以評價都非常好 那你知道我們的APP 被網路評價如何嗎 還沒有說很符配得起 全民動起來 APP居然停擺 這個就是APP裡面的 人家寫的點喔 他其實是放在 我們還沒有全民運動館 企劃 我以一個 發表區來看的話 他有籃球場 體育場 操場 幫大家去運動 每三十分都掃一次QRCO 那QRCO掃完之後 會當機 當機之後也不能使用 所以要放群摸彩獎品的時候 又有困難點 所以你的 花了這樣子的費用在 APP上面 可是APP 既然停擺 是 市民朋友 變得很快 所以我看 這會不會安處 好不好 在全民動館 沒有普及化之下 你有在做全民動起來的APP 不要讓他停擺 好不好 這是全民的專案 那全民的專案之後 還要延遲到什麼 專業訓練 好 呃 我不曉得 你知道這位同學是誰嗎 我知道 在那個歸倫魚翁時期內的 學所 市長 這個是從紅瓦術國校 紅瓦術國校 然後當然新瓦術國中 那個沙倫國中 然後再走到常瓦術國中 阿之後會去哪裡 大概會 台南大學 台南大學 那也就是說 你說的很大的重點 紅瓦術旁邊 是我們的歸倫 歸倫的泳池 是 那沙倫國中 他也是會回到歸倫的泳池 但是因為一個選手要訓練 需要很好的口訓 口訓之後才有可能在 像常瓦術國中 他就是有泳池 所以整個訓練才叫做三期 應該是這樣一種 三期這樣培訓 難不難 很不容易 其實有必需性的 有一些 因為有一些高中 他是國立的 那有一些 他沒有成立這樣的隊來銜接 我們有國小有國中 但是到高中這個階段 他會斷掉 他會越去到別的地方去訓練 會增加家長接受的困難 困難 好 來看一下三期 從國小國中到高中 你知道你知道嗎 泰蘭是有可能出現四期 出現 四期 四期 你知道嗎 放說0 你說四期 對 四期 四期 好 五期 五期 六期 對 六期 三期 六期 我講的這個 照明 這個 我們整個泳池已經快要完工了 我們是不是要提前培訓的計畫 針對於這個地方沙羅的泳池 然後甚至要了解到說 我是要把Coaching是外包的方式 還是我們自己訓練的模式 把教練都一次到位 我想這個是唯一唯一喔 整個都在這間學校 他可以forever在這邊把它訓練 是我們自己培養的 我想這個東西很大的重點 市長這是一個從幼兒園到小道 因為這個深度只有130 對還有到大學 這個地方是只有130公分 然後他可以放一個椅子就可以 幼兒園就可以使用了 我想這個部分是 我想陳局長 市長還有相關局勢 要特別把這地方當作培訓的重點單位 是 現在基本上是在整修 那提議署已經有合定進會了 好 謝謝局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沙爾這地方 可以發現到 所有的所有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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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在這裡 上個禮拜還是上個 上上個禮拜 中研院的南部院區 圖示芬園在這裡設定 大家可以看到 沙爾 K12 全雙女學校就在這裡 這時候我一定要問他教育局長 教育局長 是 依南科的概念來說的話 學生數會不會多 未來 會越來越多 會來越多嗎 所以一定會怎樣 有沒有需要再夥伴 增加銷色 我們有在掌握整個的人口氣勢 大概五年內 應該還會去掌握 會比較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未來的人數 位於籌繆的概念來說的話 這裡是 K12 具特色的雙女教學的學校 那未來人數一定爆滿 因為我們高科技人產 進入在這裡的 可能不會只有你看得到這幾個區塊 還有包含新色大陸 可能達到六萬多人 所以未來性的學生數會多 所以未來三輪高中 有沒有想辦法揮畫為兩個校區 因為我們發現旁邊還有一塊土地 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三輪高中 K12 旁邊有一個國小用地 輪小一 你要想像一個問題點 從幼兒園的學生 到高中的學生 都放在一間學校的時候 上下課的領生 雖然說是在教室裡面 也是不一樣 可是整個活動空間 從幼兒園這麼小到這麼高 都在同一個區塊 活動的話 會不會有些特殊的情形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空間 略顯不足 因為我們在想說 國中高中部 所有員跟國小部 是不是給它號碼出來 你位於籌謀一下 在五年之後 它本人的數位暴增 我們想一下 有沒有機會 把這地方變成 沙倫高中 K12 它對有員跟國小的用地 然後把它堅持好 非洲化碳這個部分是 當在規劃的時候 也有人提出說 是不是把它切開 但是因為當初是 這個 中央出監會 所以盡快的去把它蓋好 不過 我們其實也有已經 做了一個整體規劃 因為 新興地區 未來的就學學生數 一定會增加 所以我們已經 預先有規劃到 未來我真的到 人口必須要在這個學校的時候 你覺得就要把那個K到6 跟這個 7到12部分 做某種程度的區隔 這個是有規劃的想法 剛剛局長一樣 都會擔心未來時 現在進行市沒有問題 到五年之後就有問題 所以我很想 一用益就要特別注意 但是新興區 就搜尋到什麼 人口數暴增 所以作為一定要問一下 你的江戶王宇宙在 哦 社區活動公共事務 參與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 是 以前就像中山堂 他還有集會所 還有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用新設立的 其實不容易 所以基本上 都會有一些捲證 或是我赤補用力 他的規劃 一般來說的話 一裡一活動中心 大家都很希望 但是不一定可以達成 所以我們來看二行 以上行這個活動中心 是青紅條 我跟王廷委員來爭取 那王廷委員在中央的部分 有迪雷到 所以今天沒有大位 那我不曉得 這一部分 現在的進度 是什麼 這五千 那個 那個 我非常感謝其中 我們是 今天要到四千 來結尾 那個 就 兩站的部分 那現在就是 在外道路的部分